大家好 我是BJ小編SALOMI 大家好 我是BJ小編SALOMI 這是在扭腿的臍皮 你看 脫了奶醉 吵了 好了 今天想和大家拍一個VLOG 讓大家看看右陪羽在這裡 究竟是怎樣播的呢 現在的時間快到了早上8點 這個人仔剛才6點的時候吃了第一頓奶 然後就爆了兩次屎 搞到我又要餵奶 又要換影片 又要換衣服 搞到現在才可以播影片後給大家看 陪羽很快就回來了 這一天就即將要開始 在開始之前請大家先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的個人Facebook按鈕 是不是? 不追蹤就哭了 好吧 那我們待會見 每日早餐陪羽就會做好放在冰箱裡 我自己拿出來清熱它吃就可以了 肉餅飯 會扭腿的皮 你看它 我也不知道它扭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早餐吃飯是不是很奇怪 但是我是很享受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很飽 你知道要餵夜奶 然後晚上經常起床很肚餓 然後覺得吃了一些飯在肚子裡 很溫暖很舒服 所以其實我是吃了很多日肉餅飯 然後被陪羽說我是坐月界的模範生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是挺舒服的 希望我之後也可以繼續做這個肉餅飯給自己 好了 那我先吃東西 聽到這個熟悉的聲音 就知道又是到冰冷的時候了 其實每一朝我吃完早餐大概八點十九點這些時間 就是我最忙最多的時間 因為呢 阿皮下一餐是九點半吃 但是陪羽來 多數都是十點之前才會來 因為它去做賣菜 所以這一餐多數都是我餵它 但是呢 我又想爭取時間 在陪羽來了之後 就馬上衝去睡覺 所以我就選擇 趕快吃完早餐之後 在它還沒吃奶之前 我泡了一次 先泡定它再下一餐十二點半 那我就可以等陪羽來了之後 我就立即可以去睡覺 但是就變了這大半小時的時間 是非常緊湊的 然後呢 另外我想說 就是 其實我平時餵的夜奶 晚上我就是埋身餵的皮 那我想介紹一下這個神器 簡直是超好用 我不知道大家 埋身餵的時候 是每次只餵一邊還是怎樣 那我就是 就是每次只餵一邊去吃 那另外那邊 如果你沒有輸出 那有些人可能又要泡出來 那這樣覺得很麻煩 我自己覺得 又少了些時間睡覺 那於是我就買了這個 我也忘了它的名字 叫什麼了 因為我叫它做雜奶神器 然後就是你餵一邊的時候 就把這個吸在另一邊 那它就是用真空的原理 那它就可以利用了 B1在絕緊的吸力 就可以吸到這些奶出來 就是起碼你不用在另一邊 就是焗足三個小時 六個小時 到下一段餵奶的時候 才會輸出 然後你看 所以現在要 因為要與時間競賽 關係 就要設定好這些 放好這些奶瓶 在那裡 那一會兒搞定 泵夠20分鐘 我就可以馬上倒出來 就馬上叫它為它 所以我做了人媽媽之後 真的要 爭分奪秒 因為就是為自己 捍衛多一秒 睡覺 好像時間也好 最近就這樣 我看 leurs等 所以很容易 我來吃 吃奶奶 吃奶奶 很危險 或者玩來 先讓你吃奶奶 吃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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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就是不想吃 謝謝 來 這裡這裡 這裡這裡 這裡這裡有6點 這裡有6點 有6點 我先喝一點 等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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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嗎? 應該是剛才6點的時候 不是很飽 我猜它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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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轉手給陪月姨 我最期待的畫面出現 就是陪月姨那天 因為這個又很難掃 而且現在很厲害 已經清潔了 它吃了多久呢? 我想20分鐘了 它現在熄飽了 它就已經熄完了 看看它的舒服樣子給大家 這個人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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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多舒服一點 你看 吃光了 我剛才拍了它 那些扭下的樣子 我服他都只看著喉嚨 然後一來煙的話 是直到 正了 3 2 1 嘩!嘩! 是誰呀? 你是不是喵? 我先 好嘀嘀啊你真是 你為甚麼常常在做這麼嘀嘀啊 這個 這個米袋就是 是有甚麼用的呢 這個東西 她常常睡覺時會紮醒 躺著有些安全感 所以你手會躺著她 好嘀嘀 好這個身近的背影 就是奇寶貝瑜的奇寶依依 剛才未來一次介紹 因為她馬上放進來幫阿皮掃蜂拯救了 現在阿皮就 被她哄得很舒適地睡覺了 所以阿皮就可以 騰空雙手出來 照顧我 照顧我 那請問你現在在做甚麼 現在在做你的代茶 還有在做你的湯 還有在補薑水 這是一個 操涼包 因為魚子已經放好給你了 她每一天 會來就馬上熬完 我要喝的代茶 這條是當水喝的 可以幫助上奶 薑水 用來洗澡和洗澡 還有一盤高湯 那就是 在做這一切的時候 就是本人要休息時間 然後我就可以很安心地睡覺了 希望阿皮一會兒 我叫做 因為辛苦了一整晚 然後 魚來到可以很安心 每晚睡一覺 然後出來就可以吃飯了 所以 我每一天都很期待這個時刻 不知道今天吃甚麼 我們現在可以行程一下 每天最幸福的 哇 這個是 猜猜是甚麼 是蛋卷 這麼瘋 神經病 這樣也可以吃海膽 沒錯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 毛仔粥 毛仔粥 厲害 然後已經倒在這個袋裡 非常細心 好了 好厲害 你用了多久時間 一個半至兩個小時 沒有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就已經調好 那麼多東西 好幸福 我睡醒就可以吃飯了 然後 吃飽 當然又來到這個 製奶的環節 然後另外一邊 這位先生 他已經在用我今早泵出來的東西 你好 好厲害 是 你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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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開心 我現在在擦牙子的小朋友 咬著我了 不可以放了 今天洗澡了 今天吃完了 所以今天皮包放牙 我們去慶重一下 拿一拿下街 交給沸醫 然後就 拜拜 好,我們回到家後,我會馬上洗澡 順便帶大家看看,我坐下的時候,洗澡的貝子是怎樣 因為洗手也要用水 所以今天早上這鍋的薑水,有一個盆放在洗手盆旁邊 我就是長期用這個水來洗手 我記得一開始是超不習慣,經常都想開水龍頭 所以一定要這樣放在這裡提醒自己,才會記得用這些水洗 第二樣是一個裝熟水的瓶,就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裝熟水用來拆牙的 所以我真的超級無味不至 所以坐月無反省這個鍋絕對不可以用 我連拆牙都是用這個熟水 好,然後再來一個可能比較麻煩的衣服 就是這個洗澡的貝子 大家都知道洗澡,坐月期間不能碰衣服 就是不可以用那種化妝 還有在這裡煮了一盆的薑水 就是用來洗澡 本來這個筒不是這樣墊高了 是因為爸爸也是很細心 免得我經常彎腰,所以拿多了一個筒來墊高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你不用整天污水也好,怎樣也好 就會舒服一點 每次洗澡呢,之前我們要設置這個 用來完整的布 先插電 之後就有一個花灑在這個位置 哎呀 好,花灑在這裡 它連帶著就是一個泵 就是把泵放進去洗澡的水 好,放進去之後 就把開關 好,然後這裡有一個出水位 按一下 這樣就這樣洗澡 是很爽的 就是用花灑洗澡 又洗澡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要弄這一輪 是真的很費事 又浪費了些時間睡覺 所以我奉勸大家 如果想買這個花灑神器 都是買一隻 是可以直接充電 然後把泵放進去水裡就可以了 就不用這樣弄濕電 又要試一下可以不可以 又爬出血按鈕 這樣就會方便很多 最後一件事 想說一下 我平常洗澡是用什麼 沐浴露 因為我自己會用這個 BodyShop的薑洗澡 洗頭和護髮素 我覺得是蠻好用的 其實我未有了之前 我一直都在用這個牌子 因為它去頭皮的能力很不錯 坐在浴室的時候 順勢就一定是用這個薑 而且洗澡液比較難找 因為BodyShop沒有出 所以我買了這一支 就叫做Ginger Care 是台灣的牌子 我覺得也蠻香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 在哪裡買也可以 再DM我 或者留言問我 我也可以的 而且坊間我看到 很多不同薑的沒有用在洗澡液 如果大家頂得住 那一支味道 又不會覺得很難聞 或者很辛苦 我覺得也是不錯 很舒服的洗澡液 好了 整個廁所在坐浴期間的配置 就是差不多了 好了 多數我洗澡涼 或者洗澡涼 之後 就會有下午茶在這裡等我 有時候是下午茶 有時候是湯 所以我想說 其實整個菜魚的過程 是非常舒適 非常開心 絕對不是我所想的 是很苦悶 或者每天聽著BB的哭聲 或者每天都會吃同樣的東西 雖然我真的很喜歡吃肉餅 還有菜心 我絕對不介意 但是他們也很用心地想 不同的菜式 還有適合我吃的東西 又會很留意我的口味 所以我真的覺得超級幸福 這個月 還可以 照顧著這個大夜 超舒適的 看看他們吃的東西 對 所以 真的非常感謝梅雨依依的照顧 有沒有什麼 要補充一下 其實坐浴期間 不是大家想到 那麼辛苦 還是那麼苦悶的 一樣有很多好東西吃 還有多了一個朋友跟你聊 沒錯 真的很開心 每天陪了依依來 我又可以跟她 分享一下 昨天怎麼樣 有沒有乖 或者是一些 我沒想過我遇到的問題 或者有些奇怪的知識 就會這樣 聊聊聊就增加了 你也表示讚我 是不是 這樣 唉唷 唉唷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陪了依依也快要收工了 那我就要繼續自己 繼續跟那些小朋友 在這裡 one on one的上處 如果爸爸不是房間的話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有些什麼 我講漏了 或者我又沒有看到 你有想知道 都很歡迎可以DM 或者留言問我 我也是真的那句 盡力回覆大家 有時候抽著他 都挺不錯 還有最後 希望大家可以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還有follow我們的 個人Facebook IG 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